十八大进入最后的关键期 而今天闭幕选出了中央委员 也通过了党章修正案 接下来其实就要开十八届一中全会 选出大陆第五代接班集体 而今天呢 两千多位的记者涌入了人民大会堂 让状况有些失控 两千多位记者冲进人民大会堂 情况有点失控 分类分类 左边摄像 距离拍摄的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 现在就已经看到有大批的记者在这里排队 排队是跑十八大的基本功 十一点才开放采访 八点钟就开始安检 记者六七点钟就提早开始排队 从外面排到里面 从一楼排到二楼 上到二楼还要努力挤进窄门 按睡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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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幕会开放最后环节给媒体拍摄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写入了党章 通过党章修正案 通过胡锦涛政治报告和中纪委的报告 而中央委员的名单在闭幕会后出炉 中央委员的选举还满意吗 你觉得这中央委员选举的结果 有没有差 差额是多少 焦流洋低调躲媒体 而这位因为用中文提问 而声明大噪的提问姐 也被媒体追逐 十八大终于闭幕 这群代表不同驻地饭店的李小姐 圆满完成任务 但是摄影记者仍然不放弃 最后和他们拍照的机会 中间新闻采访小组北京报道 和声明大噪的摄影